臭著一張臉就這樣卡在保險桿裡 四肢完全動彈不得 不知應該說她運氣不好 還是命實在太大 被車廂撞還能平安無恙 浙江德青 一名女駕駛開車撞到小狗 下車查看卻什麼都沒有 以為沒事 一路看了四公里之後 才被路旁的交警發現 原來小狗根本就卡在車頭前方 所幸這隻狗實在命大 身體毫髮無傷 反倒是車子有點受損 而在鄭州大學內 這隻流浪狗媽媽生的 12隻小狗等待領養 狗寶寶被領養時 狗媽媽一一不捨 向前親吻孩子全身 好像在交代要好好照顧自己 就在領養者說一聲別擔心後 狗媽媽放心地把孩子 交給他轉頭就走 他還是不捨得 狗媽媽領走前 還時不時轉頭回來偷看孩子 催淚場面一上傳到網路 立刻引發千萬網友淚本轉發 現在在校園內 大家都搶著要照顧他 記得陳照的報導